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成了 已经摸不到老人家的脉了 殿下 请节哀顺便 是什么奇症 怎么会病发这么快 殿下 老人家本来年岁大了 有毒发疾病 我来的时候 其实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可能是心急引起 是何病一 现在也无法诊出 大夫 这边歇 顾小军 奶娘发病时你一直在身旁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没有手拿里不舒服 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 有说有笑的 突然就说胸口痛 然后就晕了过去 我赶紧去找抱大哥 请了大夫 一会儿大夫来了 殿下也回来了 又老了你 殿下太客气了 奶娘带我如同亲人一般 我心里 也将奶娘当成了我的亲人 只是没想到 端端一生 就天人有格 奶娘下午的时候 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 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 要等殿下回来一起吃 怕滋味不好 奶娘还亲自尝了尝 是 施七郎 我送顾小姐先走 咱们好料理奶娘的后事 顾小姐 这边请 小姐 从前不觉得 如今看来 变得是真丑 但怎么就是舍不得扔呢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秦王的乳母 突然得疾病去世了 是 那她可是要伤心坏了 是啊 小姐 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我